中国军人最惨烈一仗,七仙多入冕远征军将士阵亡,日军无人生还,1942年中国军队首次入冕作战带埃兰,率领的二百师孙丽人,率领的新三十八师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由于英国军队的仓皇后撤制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的状态最后各部队奉命回国, 中国当时最精锐的第五军在野人山几乎全军覆没,1943年第二次入冕作战开始,在此次作战期间最惨烈的战斗就是松山战役横断山脉的南路路江的西岸,耸立着海拔2690米的险峰松山,他向巨大的恐怖怪兽扼守着滇冕公路的要冲,被军事家称为滇冕路上的直布罗陀 1942年5月日军进驻怒江西岸之后,开始以松山为主体修筑防御工事,整个松山几乎被日军挖空,松山内部共有三层主体建筑,相当于将一个三层楼放在了里面在堡垒外面,日军先把装满沙子的汽油桶之间的空隙用泥土填满,又在上面填了几层钢板 1944年5月中国军队为了打通边面公路,20万大军集结在边西地区,松山则是当时中国军队重点进攻的地区 1944年6月4日71军82团首先对松山地区发动进攻,但是日军碉堡林立攻势,兼顾中国军队,在损失惨重 下仍然攻不下松山,一个远征军老战士李光田回忆,松山战役时战友们一个个攻,上去又一个个被打死摔下来冲锋 1140多个兄弟,拿下山头后只剩锡,8个人松山柱峰顶部200米内山式陡峭,形成近60度的坡度进攻 中的中国士兵连射击都要仰起头,日军从上面扔下大批手榴弹,造成了数百名战士牺牲 在进攻松山山顶的时候第八军军长和少周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战士们在跟日军拼刺刀,时不是对手伤亡 其大上去几批赶死队都白白牺牲了,和少周最后咬着牙说,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军与其被他们一个个刺死,不如跟他们同归于尽 他命令炮兵直接开炮,将纠缠在一起的两军士兵一起炸死 松山战役从1944年6月4日开始至9月7日结束历史95天中国军队两万人伤亡 7763人在一年牺牲的十万中国将士大多数无葬身之所他们死在壕高下,树营里 河流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古无出可寻,徒未存放以古堆码小黑屋 2013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凡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 中国远征军群雕在抗战遗址松山主峰,子高地南侧落成勿望国耻,也勿望英雄的鲜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